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并不显见 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姚词告诉我们说 第二 尊如 瞻如 圣马班如 飞客 婚客 女子 真不自 十年乃至 尊如的尊表示艰难 这里的如表示如此 这样的意思 所谓尊如 是形容人们做事的时候 显得非常艰难的样子 瞻如的瞻表示行者 所谓瞻如 是形容人们做路的样子 需要注意的是 圣马的圣 在这里要读从圣 不能读从成 在古代 圣是个量词 它表示数字四 所谓圣马 当然是指四匹马 为什么要读从圣呢 它表示数字四 因为后面讲到了班如 这个班它表示次序 所谓班如 是形容人们排成一对 行者时的样子 尊如 瞻如 圣马班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 四匹马排成了一行 在非常艰难的行者 由于马背上都做了人 所以这里的四匹马呢 实际上是指代四个人 这四个人在艰难的往前走 他们要去干什么呢 飞客的飞 它表示否定 所谓飞客 是这些人呀 看起来像盗贼 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盗贼 为什么说这些人不是盗贼呢 因为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抢劫财务而来 而是为了婚姻嫁娶而来 他们是来求婚的 所以说婚购 那这些人到这里来 求婚的行为取得了成功了吗 换句话说呀 女方答应了她们求婚的请求吗 女子真不字 这里的字 在中国古代呀 它是指女子出嫁 为什么用不字来表示女子没有出嫁呢 因为在中国古代 女子还未成年的时候 通常这有名 没有字 只要等到女子成年了 可以出嫁了 这时候呢 才给予命治 但是现在这个女子 她尚未长大成年 还没有到她出嫁的年龄 所以这个端方正直的女子坚持不出嫁 所以说女子真不字 那这个女子什么时候才出嫁呢 直到十年以后 这个女子她长大了 成年了方才出嫁 所以说十年乃至 这里所讲的尊儒詹儒 其实是一种象征 象征什么呢 是一发展开始阶段的艰难困苦 这里所说的圣马班儒 非客婚个 它也是一种象征 像在我们做事过程中 心情显得非常的急躁 有些接雨求成 所以就忙中出处 让人们误以为自己是盗贼 很多时候误会就是这么产生的 而这个女子 象征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真不知十年乃至 同样是一个象征 象征在现代我们的事业发展 还没有取得成功 但是我们切而不守 始终不渝 直到多年以后 终于事业有成 实现了我们知之以求的人生理想 关于尊卦62的谣词就讲到这里 谢谢您对国学视频的关注和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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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